很多专家包括这个 淡江的教授这个林颖佑就说嘛 要训练30万名神射手 基本上不太可能 300万名黑熊勇士 也不见得人人能够提枪上战场 那把钱用在教育啊 一般民众的国防意识 也许才是黑熊勇士的目的 其实我必须要这样讲 看待事情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能力 他愿意那大老板捐钱是好事啊 帮助我们台湾强化国防意识 也是好事啊 但问题是台湾真的 不需要一些空想 不需要一些嘴炮 我们需要一些可以实际执行的 光是这个神射手30万 大家听了就笑了嘛 竟平是不是 听起来30万名神射手 我们台湾需要这么多神射手吗 美国有那么多人口 他们的神射手大概也没有30万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美国他算是特种部队 海豹 绿扁帽 三角洲 然后这些部队 算是已经竹帆不及被窄 然后他的这个退役的这些特种部队 还有美国是一个拥有枪支的国家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人 为什么枪支犯难 枪支犯罪不断 就是因为他们也喜欢玩枪 所以美国有很有名的这个步枪协会 这是美国不管谁选总统 共和党 民主党 介老师跟我常常在谈美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会谈到都一定要去跟他们这个步枪协会争取选票 步枪协会每年训练的人也没有到30万 所以不容易 除了经费问题之外 所以在曹新城第一次提出来这个 他说他要训练30万的神射手 训练300万的这个黑熊部队 黑熊学院 我上网爬树了一下那个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 沈柏阳 好像也是一个台北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 他就说开放了几场那个报名 几百个人很快 前面五场课这个营队就爆满 然后他们说是我有看到他这边写是说 希望目标让20万人上整实体的课程 然后会举办五六十场讲座 我也不是说要吐槽他或酸他 因为毕竟他想要做出一些 对台湾的军事国防有贡献 我觉得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但是如果只是嘴上讲一讲 跟我们纸上这样谈兵的话 那落差会很大 我要补充一下讯息 因为他光是这个黑熊学院拿到6亿 很高的经费 三年内训练出300万名的黑熊勇士 所以这个黑熊学院 拜托这么多钱赶快要做点业绩 第一阶段要开五场民房基础课程 那今天自由时报的讯息 我们看到就是非常踊跃 几百个名额一下子秒杀 额满抢不到 90月的基础课程都报名都额满 然后另外旁边有个小小的讯息 就是第一堂课 只有来三四十人 所以前面你想想看 他如果要训练 这个多少 三百万名的话 那第一堂课只有三四十人 请问一下这要上到民国哪一年 这是一个数字 当然有人一开始讲说 三百万名六亿元 然后一个人是平均两百块 怎么训练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数字 跟我刚刚讲的引用六亿元 除以三百万一个人两百块 要怎么训练 都是一个数字 但是以前我们在看军事训练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真的不是花拳袖腿 黑熊学院如果你只是上课 不管是上五场还是上六场 他的一个实体讲座 然后基础营队 你只是在那边课堂内 像我们这样子吹着冷气 然后桌子椅子摆好 然后教授在 我觉得这个叫做全民国防通事课程 是没有错 这个比较战斗心理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讨论 但是还是有部分网友 就是还蛮给肯定的 因为大家都说 我在高中在大学上的这个国防课 我都在睡觉 我已经忘记了 那现在就说他这个课里面 当然了 他的目标是二十万人上实体课 那还有线上课 很多网友就说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三百万名 就广开线上课嘛 对不对 那你还要去开实体课 是要供媒体拍照吧 那所以第一堂就是 大家有看到那个课堂的画面 就是做的 做的非常的宽松 要这样讲 那他开什么课呢 比方说你看到防灾啦 还有这个机具啦 无人机操作啦 还有这个如何止血啦 急救啦等等 有一些还算是实用啦 我觉得就 我们并不否定 就是他开这些课 可能对年轻人 还是有些帮助 但是总是觉得 这个你知道这个吹牛 好像吹得太过了 是不是三百万 因为绿营在这个 曹新城提出了这个构想之后 马上就说 你看那个乌克兰在打俄罗斯的时候 有亚述啊 亚述营真的是人家 不管是这个亚述营 还是其他的武装民兵 他们实际上都有战争 和投入军事的这个经验 那如果你要成为像乌克兰的亚述 台湾版亚述营的话 那你就要去深山磨练 你就要像部队一样行军了 你就要像之前我们不是看到 国防部位的配合蔡英文政府 他们说什么 要叫招啊 因为这个俄乌战士很紧张 所以叫招要玩真的 然后来个两个礼拜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到媒体去拍每一天的课程 然后空袭集团来的 还要就地趴下 光是那个动作我都想笑出来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还直接这样就地趴下 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玩 起码像国防部这样叫招 起码是实体 实体课程是真的这样子 然后你起码要去冲山头 提枪快跑前进 有多少人能够在现在台湾 最近这三四天 是因为这个台风刚走 轩然落了这个下很多的这个雨 然后好几个线上 那在那之前 我们已经一两个礼拜 就是大太阳气温都是飙高到 三十二三十三度 三十四度 那谁能够在大太阳底下 然后整天一整天 然后这样子不断的去冲刺 然后提枪快跑前进 全身都湿透了 外面热 然后里面也这个汗流浃背 然后你还要在那边训练 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不管是我入武训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新兵训练的时候 你就是不管二十五公尺 一百五十公尺 还是三百公尺的射击 步枪还是九零手枪 你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点一滴 然后要考试 要进阶要测验 然后你要每天去跑步 每天这样子训练你的这个体能 然后冲五百公尺 五百障碍 黑熊 如果黑熊学院 能够有我刚刚讲的 这几项基础的话 那我没话讲 那就有军事的雏形 但如果不是 只是这样子 我跟这个 卓老师和这个介大使 我们这样上课 老师在前面讲 拜托 卓老师或者是介大使 都可以站在台上讲的 我不客气讲 我不是说批评 他的师资或老师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只是像我们 这样子在课堂上讲课 卓老师自己在大学教书 介大使也参加那么多讲座 他自己都可以在台上 可能比教授 比那个讲授者 讲的都还要多 那你如果要实体训练 当然我们三个可能都不行 我们不是专家 但你要训练一个 真正有骁勇善战 有战力的民兵 不就是要投入 把他丢到山里面 以前我们在陆军的时候 学长就告诉我们 给你一把刀 一个火柴 还有一个指南针 或者指北针 这个勇士都是 你就是把你丢到山里面 一个礼拜 看你能不能走出来 那个深山里面 或者是把你丢到这个外海 然后让你自己 想办法游回来 那你这个才叫求生的本能 所以冷气房里面 也可以训练出勇士 冷气房可以训练 但是你要有 美国的高科技那些设备 你要有些模拟的这个实际 如果只是像线上实体上课 我看到的没有 我看到的那个镜头 就是前面一个大荧幕嘛 然后这个沈博洋 在前面巴巴巴讲 他又做了很精美的power point 然后下面这个学院 就是很静态的 那我觉得冲奇量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后勤防灾 然后这个商户 就是救商救护的一个训练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基本的这个补给 他不是 他不会像民进党所形容的 非常有战力的 可以去拿枪拿炮 使用那个飞弹炮弹的 迫及炮那个 那个亚述瑜那种 这个是我讲的嘛 我觉得这样啊 你上课 有人捐钱是好事嘛 那你给我们一些课程 是好事嘛 我们都非常的理性 看待这个问题 但就在于你的内容 跟你的名称符不符合 海华XO干贝架 这一罐很厉害 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架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 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好 再见